云端的那个把它分一个一个的那个资料夹 就是说将来你们云端白板里面 我看好像分就是第七章 那个本来是就一二三是放在一起好像就太乱了 所以把它整理一下 一就一二三 所以刚刚的那个一的部分 你们就自己再回头看 那个刚刚那个Sample是放在第五章的练习练习题里面 那将来我也会出一些练习题 给各位练习 那接下来的话再来看那个 第三的部分 那三的部分就是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Mati的多选 我先来看一下最后完成的 那个就类似像这样 就是你打勾了没有 看打勾几个 这地方可以Mati的 就是可以多选 那你选完之后呢 你要知道说你选了哪几个 打勾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会出现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 足球跟棒球 把打勾的 把它列出来 不过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几个讯息 包含就是说 这个地方 我们清单里面总共有几笔资料 因为我要跑个回圈 跑回圈的总数 就是我们的这个的比数的长度 然后再来就说呢 去判断说哪一个地方是有被打勾的 打勾的话呢 再把打勾那个的选项 列在下面 所以这里的话呢 首先要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界面上面要做哪些设定 那我把重点再跟各位讲 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 一样建一个 列射view03 或列射view03都可以 那画面上面的话 基本上 它也是一样 放一个很简单 我这边的话 也是一个列射view 然后底下就加一个button 然后在下面的话 做一个testview 不过这个上面这个高度 不要太高 因为太高的话 下面可能会被盖住 所以后来我的程式有改了 我甚至把它改成叫AlanDialog 其实用AlanDialog 好像就没有问题了 OK 那这个大概有高度大概300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边的这个属性来源 你不能直接用那个Entry属性 为什么 因为Entry属性里面呢 你没有办法去给view 因为这边的view 它不是一般的view 它一定要是MARTY的 所以这边的话 它没有办法 其实如果将来这个元件本身 它有一个属性 就是可以让你选你的样本的话 其实就不会这么麻烦 所以刚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个Spinner 一定要这么 Listview跟Spinner 一定要这么麻烦吗 你给个正列不行吗 其实如果给个正列就好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给正列就好 但就是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follow它的规则 也就是说 另外存取资料顾也是一样 存取资料顾一定要这么麻烦 一定要再去跟PHP要资料 PHP再跟资料库要资料 资料库回来资料再塞回来 会不会很麻烦吗 因为目前Android里面没有提供 对应的那种元件 也许将来会有 但什么时候会有 不知道 也许它之后更新的 元件库里面有一个 很简单 一拖拉之后问你说 你的database在哪里 你只要给它一个 一个IP位置或者是一个什么名称 它就自动可以帮你抓 那就更简单了 那不过 那就有点像那个visualstudy 如果各位有用visualstudy就知道 哇超简单 存取资料库图形化界面都帮你做好了 你根本不需要下任何的这个写任何程式 就是既然资料库就帮你做好 但是目前是没有啦 也许将来会有 OK那再来就是 相关的界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你可以在 就是design的时候也可以做啦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在那个run 就是说写程式的就是 在写call的时候去变更 叫什么choice more 那choice more 因为我们要多选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什么 预设的时候你可以改成 预设是none 其实就是single 那如果说你要预设的时候 给它multiple choice 可以啊 它就变成多选的 不过多选的时候 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也要对应到多选的样本 就是那个view 如果你的这个样式不是多选的话 那它也不会是多选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的choice more 你也可以改成multiple 然后呢 但是你的view要更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界面设计部分 那第二个是我们data的部分 data部分的话就是说 我们上面要显示就是那四个 四个运动 所以前面有讲过 在哪边呢 在那个swing里面 swing里面的话 有就三 就四个东西 就这四个啦 如果你觉得这四个已经做太多次了 你干脆把它改成其他的 刚刚有什么珍珠奶茶 或者是什么什么 饮料类也可以 改一下 ok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呃 程式部分 要做哪些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先把画面部分先做出好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先做好 然后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以上 好 好